老铁们发现一个问题 那些专门黑我们这些正能量的 可能是这个汉奸卖过者 或者是日本鬼的假装中国人 他们要有新的话术了 这个话术说的特别恶心 一点道理都没有 让你们看看 就这一会儿就有两个人了 同一的 看一眼 看来 这个是我号 我先发这个新能栏的 看他们怎么说的 看 看到这个人 这个叫超伟的 他说这个大眼哥 你作为一个东北人 你那么爱国 那你为什么不头上留个辫子呢 表达一下你对祖国的热爱 看到没 看这是什么人啊 斯密扎 看到没 爱拼湖南的 然后我是怎么说的呢 我说这个 把这个先下点声 我是怎么说的 爱国跟刘长辫子 没有任何关系 并且这是反比 清政府是落后的表现 刘长辫子是落后的思想 新中国之后就没有刘辫子的了 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而我们的 现在的国产新能源车 是全球最先进的 最先进的代表 就是你说这种话 简直就让人笑 我为何很 更显示出你没有水平 不懂历史 我跟你回了这么多话 就是你这辈子巅峰时刻 但是估计叫不醒你们这些 宠阳美外人 看到 看到 我很有礼貌的跟他说了很多 我认为他可以挽救一下 接下来 看到 接下来 重点 看呀 接下来重点 我又发了一个视频 我又发了一个视频 看又出现了 看到 这样的 系统都判定他这个 看到 就是这个系统都判定 他说的不对了 看到这个人 大眼哥说车 你作为一个东北人 你那么爱国 可以在头上留个辫子表达 还是对爱个人热情 看到没 又开始抹黑我了 而且还上了一个图片 这简直还有他的头像 简直就是日本鬼的 这不一定是中国人的 听懂没 看到简直就是日本鬼 这不一定是中国人的 咱们看一下 类似于斯密扎 他有六个关注 看他都关注什么样的人 他关注这几个 全都是正能量的 我都认识 看到没 他关注这几个 都是正能量的 还有两个是互相关注的 这个不知道是好事 这个灵妹 专门是正能量 说一些段的 我认识 这个灵妹 河南这个不认识 这个不认识 这个 然后这个大嘴聊电车 也是正能量的 还有他关注了我 你想一想 他为什么关注我们 这几个人 他为什么关注我们 这几个而且专门抹黑我们 用这种统一的画作 说的一点道理都没有 警惕他们 我猜测他们就是 假装中国人的 日本鬼的 在扰乱我们